这个央视新闻啊 以前每天晚上都是雷打不动的 报道美国每天新增多少病例 然后死了多少人 突然之间就停了 而且以前总有人问我 我移民美国干嘛呢 刷盘子吗 世界上啊 只有一种病 就是穷病 其实每个人都有着一个发财的梦想 对吧 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认知的局限性 还有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然后一生都碌碌无为 那这个世界有千千万万的穷人 也有很多富人 穷人都想成为富人 但是富人的成功又是无法复制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而幸福的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有钱 我认识很多孩子 有朋友的客户的同学 家里的这些孩子呢 学习成绩都很优异 体育运动也很强 而且又有艺术特长 他们经常跟父母出去旅行 去高档餐厅吃饭 会打高尔夫球 棒球 懂音乐 懂得欣赏绘画 阅历也很丰富 他们的父母从事不同的职业 但是他们的家庭都有一个特点 也是有钱 今天的视频我就跟大家聊一聊 在美国的华人到底能赚多少钱 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美国加州的迈克 今天谈这个话题呢 我是考虑了很久才下定决心讲出来 毕竟我以前在一个省级媒体工作 而且我的岗位和工作内容就是负责每天文字消息的整理和流程报备 虽然我不涉及新闻 但是我做的内容跟新闻频道的播出流程是一模一样的 下面我说的这个工作流程啊 是我十年前的这个工作的事情 所以我不对任何有出入的细节负责任 我们当时是省台嘛 就是具体内容 就是文案部门整理好材料 那我作为这个文案策划部门的负责人呢 需要审核就是第一道审核 然后我再交给频道总监做第二道审核 频道总监审核后会签字 然后呢报送省广电局主管局长审核签字 然后再送交省委宣传部的新闻处处长审核签字 最后才能送达电视台审核部门 最终定稿对外发布 任何一个消息都需要经过这样五道程序 你才能最终是电视机前的你看到的这个内容 那么有一种消息是例外的 就是省委新闻处直接下发的通稿 这种通稿呢往往就是新华社直接签发的内容 这种文件你只需要照着稿子念就行了 你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审核论证流程 只管执行 这种情况我就不做过多的解读了 毕竟呢一个国家它有一个国家的这个特殊管理方法 当然我相信美国的电视台可能也是一样的 关于视频开头我说的那个央视新闻 每天雷打不动播报美国新冠死了多少人 突然间停了 想必这个原因大家最近都知道了 就是这两个留学生搞的 而且还铺天盖地的 对这两个中国留学生的做法表示极度赞扬 其实呢在一个信息通畅的环境里 你如果想知道真相并不难 美国这个CDC的官网每天都有数据统计 虽然不是说百分百的准确吧 但是也基本上属于一个官方数据 那你作为一个国家的官方媒体呢 你不引用官方的数据 而是引用一个推理的数据 这个可信度那就是为了让你偷着乐呗 每天雷打不动播报了两年多 比美国自己还关心美国 突然有一天停了 为啥呢 因为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面澄清 并没有发布所谓的官方数据 也就是说正面回应了 这两个留学生的数据呢 不是他们发布的 这个就尴尬了 对吧 以前总是听人讲 美国的这个华人啊 过得很苦 不是在餐厅刷盘子 就是送外卖 你的这种印象啊 还停留在北京人在纽约那个电视剧里 今天我就谈一谈 就是我认识了美国的华人 都是做什么的 是不是每天送外卖刷盘子 被称作种族大熔炉的美国啊 它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 其移民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20年 那近400年以来 美利坚民族已经由100多个国家民族 所组成的一个混合体 就连矗立在纽约的那个自由女神像 她也是1886年从法国移民到美国的 各个国家的移民怀着各自的梦想 远渡重洋来到这片理想中的土地 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掀起几次大的移民潮 可以毫不夸张的讲 是移民造就了美国 是移民发展和改变了美国 美国人就是世界人 地球人 那你非要说美国人就是白人 那这个说法呢 就显得很愚蠢也很无知 亚裔进入美国以后 充分利用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势 在各个专业领域都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那中国人移民美国的高潮 短短几十年下来 中国人已经成为美国接受高等教育 比例最高的一个族裔 伴随此而来的呢 就是亚裔收入的急剧上升 这个就是以中国人为代表 那美国历史上有这么几次 华人移民的高潮期 19世纪70年代 大量划工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修铁路 这个就是历史上第一次美国华人的移民高潮 那第一次移民潮呢 主要是来自广东的台山地区 据统计大约有60%的华人来自台山 那剩下40% 有一部分也是来自于台山周边的地区 比如说新惠 开平 恩平 南海 潘芸 顺德 广州 佛山 东莞 中山 保安 镇海 客家和香港 那1965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移民和国际法修正案 废除了各国的移民配额制度 并给中国呢 每年两万个移民的名额 从此以后 华人移民美国的人数大大增加 从1960年代以后 美国华人的来源开始趋向多元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一些人借到香港和台湾移民美国 然后1940年到1960年间呢 印尼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呢 经常发生排华事件 其中里边一大批人就来到了美国 这是第二次美国华人的移民潮 1976年和1979年 中国台湾和大陆分别放宽居民出境限制以后 几股移民流呢 注入 使美国华人人口迅速增加 这一次移民潮一直持续到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 美国将大量的进口贸易 加工产业放在中国 使中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移民潮呢 暂时处于一个缓慢的状态 然后就是从2021年底到现在 是美国历史上第四次华人移民高潮 这一次跟前几次相比 最大的特点就是 以高学历 高收入 高净值的三高群体为主 这次华人移民潮 有着特定的历史因素 能持续多久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我的粉丝朋友们都知道 我这个人说话 从来是不信口开河 所以我找来了 关于华人群体收入的 一些统计数据 给大家参考 华裔 印度裔 菲律宾裔 构成了美国亚裔群体的 三驾马车 几十年下来呢 亚裔已经成为美国 接受高等教育比例 最高的族裔 伴随着来的就是 以中国人为代表的 亚裔群体收入的 急剧上升 这个数据 是来源于一家 专业做统计数据的机构 根据2020年 美国家庭收入群体的 统计显示 今天亚裔家庭 平均收入水平 在美国四个种族群体中 位居首位 华裔在亚裔群体中 所占的人口比例最大 但是收入水平呢 仅次于印度 那我的视频底下 有人留言说 我是站在富人的角度 看美国 说我看不到美国 更底层的群体生活 这个我不完全认同啊 你如果说 我站在我的角度 来看美国 那我承认啊 因为我的视频里也讲了 我的观点 具有局限性 仅供参考 但是你说 我站在富人的角度 这个我不敢苟通 因为我这种纯屌丝 最多也就算是吃喝不愁 能保证 我这个家庭 未来一段时间的 基本生活而已 但是绝对不是 所谓的美国富人阶层 那你如果非要说那种 每天这个去店里打工 然后餐厅后厨 或者是开卡车的 这些蓝领 用他们这些群体 来对比的话 说是美国的普通人 那也没毛病 因为社会分工不同 职业各有区别 那之前有一期视频 我带儿子体验送外卖的那个 就有人说 我歧视体力劳动者 这个我只能说 我会通过亲身体验 告诉孩子 脑力劳动赚钱 比体力劳动更多 但是我绝对 不歧视体力劳动者 我来美国之前 从事的行业就是医疗 我认识的第一批美国人 就是医生护士 还有家庭法的律师 然后做了律师的 这份工作以后 我工作上打交道的就是 律师和移民行业的专业人士 那他们的年薪 都在百万以上 我也有开卡车的朋友 也有餐厅做厨师的朋友 也有开美甲店的朋友 还有种大麻的朋友 当然我还认识 在好莱坞拍A片的朋友 当然了 不是他自己拍 他是做制片人 那我的这个客户里面 职业就更多了 从职业分部来讲 有计算机工程师 研究学者 艺术家 医生明星 还有一些岗位 我要保护客人的隐私 所以说我就不在这里讲了 他们都是在各自领域内 符合美国杰出人才的 高收入群体 那我如果说 我的收入很低 那你也不相信 对吧 我还认识很多在美国朋友 是做IT的 也就是很优秀的 安提工程师 就是大家所说的马农 大部分做到一个公司的中层 或者是部门的领导的岗位 他们的年薪 大概都是在30万 40万美金起 夫妻加起来年薪百万的 大有人在 很多客户都说信任我 那信任从何而谈呢 一个是我做人的信誉度 一个是我所从事行业的 这个公司和律所的信誉度 各个方面 把我的个人信誉度提升 才能获得大家的肯定 那我这个人做事没废话 这也是很多人认可我的原因 况且最近一段时间 我也确实是没时间 跟大家去聊这种加长 你加了我的联系方式以后 正确的沟通方式就是 你是做什么的 然后你想让我做什么 然后我把我们的这个费用给你 你觉得没问题 那咱们就开始评估 你付钱 我给你这个做下一步的工作 有的人废话就特别多 然后说 人家这个中介公司 这个评估都是免费的 你们律所还收费 这个我一般顺手就删了 关于这个收费评估的问题 我之前就讲过 每天100多份评估表 我们就三个律师 而且是每个案子都要几个律师 一起去评估 就算是一个人需要花费20分钟时间 那你算算一天100个人 就需要2000分钟的工作量 24小时 不吃不喝不睡都做不完 那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蠢事呢 有的人更扯 就是之前有加拿大的朋友 介绍给我们律所 然后就他的粉丝推给我以后呢 我们就考虑到长期的一个 信得过的朋友嘛 大家都是哥们 推荐的朋友 我们就做免费评估 但是这个是我的刷脸拿来的 但是有的人就刷小聪明啊 一个人给我好几个评估表 我说很抱歉啊 我不知道你是干嘛的 然后你给我这么多评估表 他说都是他的朋友 我说那这个我们做不了 然后他就说 那好 我让他们先找加拿大那个朋友 然后再推荐给你 这样不就可以免费评估了吗 卧槽 你把你那个聪明地 但凡用到正地方 你都比现在过得好 知道吗 知道美国的企业 到了中国 为什么退货机制不一样吗 就是这些人去刻意破坏规则 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 最后导致了规则改变 还有人是问很多问题 我说我没时间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评估过的呢 就可以签约 保证你拿到绿卡 我们的承诺就是保证 尽快拿到绿卡 至于具体的操作细节 每个环节都有专业的律师来解答 我不负责解答这些问题 那我们现在所有的流程和操作呢 其实都是为了控制客户的数量 而不是为了增加销售量 我们不是卖东西 选择配合度高的 条件好的 这样我们的工作量也会轻松 如果把时间都浪费在那些问题上 疑问多 条件差的人身上 那我们就会耽误很多时间 从而降低其他优质客户的服务效率 因为移民这个事啊 你的目的和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尽快拿到绿卡 尽快来到美国 既然大家目的是一致的 那我们的经验和专业度 你在咨询我的时候 在那一刻起 你就应该建立起信任度 然后全力配合我们 才能尽快帮你拿到绿卡 如果你还没有建立起信任度 有的是加了我不说话 也不知道你是干嘛的 那有的说要观察一段时间 这种呢 我就劝你还是 你先建立起信任度 然后看看我的视频 到时候我们再联系 好吧 所以说这种加了我以后不说话的 然后要观察的 我就很抱歉啊 就是先删掉 因为我的手机啊 确实加不了那么多人 一个月我微信加了将近四千个人 然后签约的客人要拉群 沟通材料的准备工作 这个还不算我通过邮件 还有其他软件联系的客户 我之前也讲过我的工作状态 两个手机 一个iPad 一个电脑 同时打开同步工作 我在一个小时内 大概要同时处理 回复200多条信息 还要处理邮件和会议 不是我怠慢 是我真的没时间废话 你要想尽快拿到绿卡 你就全力配合我的工作和流程 咱们互相尊重 好了 这个事又跑题了 本来说华人群体的收入 聊着聊着聊到工作状态 主要是我的工作内容 跟这个话题也分不开 我现在的客户 在一年后或者是几个月后 都要来美国生活 他们就是组成 今后美国社会 华人群体的一部分 他们的收入也决定了 美国今后华裔群体的 收入统计数据 只有这些群体 拉高了华人群体的收入和素质 美国的华裔群体 才能变得更加优秀 我们的后代生活环境 才能更好 今天的视频 我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